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七十卷 尚采童子参访 普救众生妙的夜神 这个普救众生妙的夜神是对应 第四宴会地的夜神 尚采童子在昨天参访王 喜目观察众生夜神 夜神就请尚采童子 直接就在大会当中去见 普救众生妙的夜神 这个夜神就为尚采童子 示现菩萨调福众生解脱神力 夜神从两眉间放光 普照一切世间 照了世间之后 这个光就入尚采的头顶 让善才得到光明的加持 善才得到这个加持之后呢 就得到了一个三昧 叫做旧静清静伦三昧 进入了这个三昧啊 他就看到 这两个夜神中间的 这个菩提场 全部的世界都变得非常的清晰 所以他看到了在这个世界 过去现在未来的 所有的沉住坏空 所以我们只有看到现场 他是现在这个时间 他的过去以及他的未来 我们其实是了无可知 但是在三昧的境界当中 他是超越我们一般的时间 跟空间的限制 所以可以看到 就好像快转的回到过去 未来看到了 这一切世界的变化 所以这个三昧加持力的境界 是不可思议 是超过我们一般的时空感受 那接着呢 他又看到了 这些所有的世界的差别 所以在时间上 他看到过去 现在未来 沉住坏空 在空间上大开眼界 各个世界当中都不同 普救众生夜神 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呈现了不同的相状 以及不同的行菩萨道的过程 那这个普救众生夜神 他藉由这种展示 让善财童子直接在三昧境界当中 就看到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一切呢 静在不严中 那在这个善财童子 看到了这种境界之后呢 他对于夜神 就产生一种静养心 他就赞踏这个夜神 他说夜神 你能够修到这个法门 是非常稀有的 请问刚刚我所入的这个境界 到底叫什么名字 那这个解脱的境界呢 又能够用什么方法 能够修到这个法门 那你是如何得到这个法门的 那这个夜神呢 就对他回答 他说这个地方啊 这种境界 其实是很难理解的 一般天人的程度 乃至于二圣人的程度 都无法撤之 因为这是普贤菩萨行者的境界 如果你发了普贤之愿 你就可以有机会 正入这种不思议的解脱境界 所以呢 夜神就开始来讲到 他自己的过去 跟普贤菩萨结缘的过去 他说来往古世 过佛刹围城数节 当时有一个节叫做圆满清净节 这世界是毗卢之那大威德世界 其中呢 有一个国家 就是叫做宝灯划床 四天下 宝灯划床四天下里面 有很多的国家 其中有一个国家叫做宝花灯国 宝花灯国里面的人 原则上都修了食善 所以是一个很有福报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米是不需要种植 它自然就会伸展 它有这种福德 所以呢 丰衣足食 那其中有一个转轮王 叫做毗卢之那 妙宝莲花祭王 他的出生呢 有三十二项 他是莲花化身的 那这转轮王呢 他用佛法来教导大众 因此他的这个国土 非常的有福报 那这个国王 有一个王妃 叫做圆满面王妃 王妃有一个女儿 称为普至燕妙的严女 这个普至燕妙的严女呢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这一位夜神的前世 那当时的这个人呢 虽然大家很有福报 可是呢 还是有一些差别 所以有人是寿命无量的 但是呢 也有寿命比较短的 夭折的 或者是呢 福报比较有差别的 那人 其实是最怕比较 一旦呢 有这种阶级的差别 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呢 开始呢 就会产生的烦恼 那什么烦恼呢 这个很有福报的人呢 他就看不起这些 比较差的 比较低等的人 所以呢 这些人就会跟 另外比较差的人 就自己 就自吹自擂 他说 我身端正 乳行彼漏 那因为这样子的差别心 产生了烦恼 有了这个烦恼之后呢 地相毁入 就开始了 有了纠纷 那有了纠纷 他原来的 寿命 色力 这些福报呢 就开始递减了 因为损得了 你的烦恼心啊 会把你的福报 给损掉 那这个是当时的 人民的情况 但是这个国家呢 的北方 有一棵菩提树 菩提树前 有一座香池 在这个香池内呢 长出一朵大莲花 莲花呢 有无数为成数佛 在这其中呢 成佛 所以这个佛呢 是在莲花上成佛的 这第一尊佛叫做 普至宝焰 妙德床 佛 在还没有成佛之前的 一万年 就是十千年前 这个莲花就在预告 他放了光明 这个光明呢 就照到一切众生 被照到的众生 就知道 在十千年后 就是一万年后 佛就会在这个莲花上 成佛了 到了九千年前呢 又再放一次光 大众就知道 九千年后 佛陀要来现身了 那八千年前 还有放光 大家呢 就知道 八千年后 佛陀就会来现身 所以呢 这个预告 就让大众有所期待 每隔一千年 就预告一次 每隔一千年 就预告一次 到一千年前 放的这个光明呢 众生遇到这个光明 就成就 见佛三昧 知道一千年后 佛陀就会现身 佛陀要成佛的 七日之前呢 大众就知道 七天以后 佛陀就现身了 好 到了七天 满了 大地 六种震动 十方 一切佛刹都清净 然后种种的瑞相 如果众生呢 根性纯熟 应见佛的 就会 通通都来到了 这个道场 所以前面呢 被预告的 这些众生啊 善根是比较 有福报的 他比较成熟的 所以他们都来到 现场 来见佛陀 莲花的四周呢 又涌现了 无数的莲花 每一朵莲花上面 都有菩萨 结佳附作 这个普至宝燕 尿德 传王如来 在这个时候呢 就现身 成阿鸟多罗 三鸟三菩提 而且他 成佛之后 马上就为 这一切来 现前的众生 来演说妙法 这么殊胜的因缘呢 这个国王他们 怎么都不知道要来呢 因为呢 其实是福报的关系 而且呢 最重要的 这个宝华 登王城中的众生啊 自己仗势着自己 很庄严 福报很大 所以心生娇慢 有的人 怀着这种傲慢心 他会障碍他学佛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呢 学佛的人 都是一种 没有知识的 甚至于呢 只是在那边拜佛 那尤其是像现在呢 我们常常看到 有很多人 很虔诚 到寺庙里面 去用功 可是呢 怎么都是老菩萨啊 退休人士啊 乃至于 这个世间 失忆之人 为什么都是老弱妇孺啊 那这个道场里面的男众 都到哪里去了啊 怎么硕果仅存 就我们这两个啊 所以呢 其实这是现在的人 的一种毛病 什么毛病 他觉得学佛啊 是退休之后的事情 或者是呢 人生闲着无聊的 一种选项 或者是呢 这个没有知识的人呢 才在那个地方迷信 那其实他不知道 佛法是智慧之法 他不知道呢 能够学佛的人 是善根具足的人 那普贤菩萨呢 就知道 宝花灯王城中的众生 他也是这样子 自己仗势着 自己庄严 而且有大福报 所以升起一种娇慢心 他认为呢 佛陀啊 跟他差不多 半斤八两 他自己也很棒 所以普贤菩萨呢 为了要度化 这个城中的众生 就化现妙生 端正殊特 广义彼成 他发出了 微妙的光明 当普贤菩萨的身上 现出这个光明 那这转轮圣王 以及所有其他的眷属啊 通通都发现 自己的身上 自己的光明 被掩盖过了 自己身上呢 就变得完全没有光明 那大众呢 就觉得很奇妙啊 他说这个是谁啊 是天人吗 是梵王吗 怎么会放这个光 让我们身上的光 通通都不显现了呢 所以呢 大家呢百思不得其解 搞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这个天神 把我的光都给 吸过去了吗 普贤菩萨呢 就知道 这一招是非常有用的 他让所有的人 不再仗势着自己 很了不起 而产生了一种自卑感 竟然有人比我还要厉害 这时候普贤菩萨呢 就跟大众讲啊 大王当知 金汝国中有佛心事 在普光明法云 阴床菩提树下 成佛了 赶快去供养啊 赶快去修大福报啊 怎么还在这个地方呢 觉得佛法 是跟他无关的呢 这时候呢 圣王女连花妙眼 看到普贤菩萨 这么庄严 心里面呢 伸出一种欢喜心 就发愿 她说我要跟普贤菩萨一样啊 要能够成就 像普贤菩萨 这个相貌这么庄严 所以 金池大圣 能于众生 生死长夜 黑暗之中放大光明 开示如来 初心于世 哇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不但呢 自己很庄严 而且还能够告诉我们 有佛陀 现身 我们应该要赶快去学法 所以呢 我要发愿 愿令与我 义得如是啊 我要成为像普贤菩萨这样子的大圣人 为诸众生做至光明 破比所有无知黑暗 所以我们要发心啊 像菩萨这样 因为很多人不是不学佛 是因为他的无知 他不知道学佛对他的人生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呢 这是需要有这种菩萨的发心 才有办法去广为宣传佛陀的好 所以使转伦王与其宝女 千职等等的一切的大众呢 就来供佛了 来见到佛 要来供养 所以转伦圣王 不但说记赞佛 而且拿了很大的供养呢 去供养佛陀 普至厌妙得严女 就是这个妙严女 他就把自己身上的所有的宝珠 阴落种种庄严之巨 拿起来 他也来供佛 结果他身上的这些庄严巨呢 就全部啊 飞到虚空当中 变成了宝盖 就是这个滑盖 佛陀的顶上就有这个宝盖 宝王垂下 龙王直持 那这个宝盖呢 很神奇 他有十方的宝盖 那每一个宝盖下呢 都有一棵菩提树 菩提树下就有一尊 毗卢泽纳如来 坐在菩提树下现身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呢 他的这个宝盖啊 在遍满十方 要供养佛陀 那这个宝盖下 有毗卢泽纳如来 所以一尊一尊的 毗卢泽纳如来 都来供养 普至宝盐妙德 传王如来 普至宝盐妙德 传王如来 就为他说修多罗法 那妙盐女呢 听到了这个法门了之后 郑德十千三妹们 他的身心啊 就好像梭罗素的牙一样 这么的柔软 就好像婴儿一样 这么的柔软 那妙园女呢 他就发愿 他要成就 普贤菩萨的愿 因为他刚刚呢 是由普贤菩萨来引导 所以他发愿 要成为普贤菩萨 所以像这样子的因缘呢 如果我们听闻妙法 得到了殊胜的法喜 在这个时候呢 就要赶快趁这个机会 发愿 在佛前发愿 或者在自己的心里面发愿 这个愿是就是我们自己 宿世的一种愿望 那这如来呢 就为老女呢 就开示 他希望呢 能够让她满愿 所以他就为她讲 既然你发了这个愿呢 你应该呀 要来好好的 像我这样子一路成佛 那我怎么成佛的呢 所集的善根 所修的妙行 所得的大果 都一一的为老女来引说 这妙园女一听 哇 这原来是这么的俗胜 那妙园女为什么会有这种善根 听了佛法马上就明白 而且跟普贤菩萨 有这么深厚的因缘呢 其实呢 还是能够再细说从头 所以呢 在妙园女来见佛之前 再往前推 在十大劫之前呢 有一个世界 明日伦光模拟世界 这个妙园女 曾经在这个世界的 如来仪法之中呢 普贤菩萨已经劝她修补佛像 所以妙园女修了 莲花座上坏掉的佛像之后 还加上彩画 彩画了之后呢 再装上阴落 宝珠等等 来装严这个佛像 所以她其实造了这个佛像之后 修了大福报 然后借这个机会 发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她发了菩提心 所以呢 妙园女她就讲啊 她说我过去啊 在当妙园女的时候 就是因为普贤菩萨 有这样子的引导 让我种了这个善根 种了善根之后呢 就一直不断的 在这一生又一生当中呢 就一直有这种因缘 什么因缘 就是生在有福报的地方 而且常常都能够见到佛陀 乃至于现在 在佛陀成佛的第一时间 又得到普贤菩萨 来赞叹她 开导她 引导她 让她来供养佛 所以呢 这是妙园女的一个因缘 叶神她就讲啊 她说 毕如遮那藏 妙宝莲花祭转轮圣王 这个圣王 就是尼勒菩萨 这个圆满面王妃 就是吉金英海叶神 她住在附近 妙得严 童女者 就是我了 那我当时呢 就是身为童女的时候啊 普贤菩萨 劝我修补佛像 那以这个因缘 就开启了 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因缘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心 接着就会见到了无量的佛 最后呢 我见到了妙得传佛 这个妙得传佛 为我演说妙法 所以我在当时 就证得菩萨 普现一切世间调伏众生解脱门 从此之后呢 我再继续来学佛修行 精进用功 遇到了一个世界 叫做宝伦 妙庄严世界 节名大光节 其中呢 这五百佛 我没有一个错过的 那第一尊佛 叫做大悲传佛 当时我是夜神 我就来供养佛陀 第二尊佛 叫做金刚纳罗严传佛 那时候我是转轮圣王 我还是来供养听佛说法 第三尊佛 叫金刚无碍德佛 当时我还是转轮圣王 再来 在火焰山庙庄严传佛的时候 我是长者女 在下一尊佛 我是阿修罗王 在下一尊佛 我是龙王女 在下一尊佛 我是海神 在下一尊佛 我是武通仙 在下一尊佛 我是主地神 不是次地 我是各式各样的身份角色 虽然身份角色不同 但是我做的工作都是一样 就是来供养佛 听佛说法 依着佛陀的开示 来精进用功 到最后呢 一尊佛叫做 充满虚空法界 妙得登佛的时候 我甚至于为妓女 叫做美颜 非常的庄严 在当时啊 是非常有名的 佛陀入城的时候呢 我用我的歌舞来供养佛陀 那结果呢 佛陀就为我 放眉间光来开示我 所以我得到了这个光之后呢 就正得一个解脱门 凡死种种 一切如来 于中出现之时 我都能够成事 共养精进 用功 没有空过一生 所以我依一切至光明固 于念念中见无量佛 其实这是有因有果的 我因为过去 有了发菩提心的因 而成就现在 一切至光明的果 那我也因为有一切至 所以我遇到了佛 我会珍惜 乃至于还会发愿 每一尊佛 我都要能够见得到 所以有智慧的人 才会知道 要珍惜学佛的因缘 没有智慧的人 永远都在下一次 下一次 再下一次 这是我的法门 菩萨普现一切世间 调伏众生解脱门 修无边的妙恨 生种种的妙解 下一位就是 吉敬阴海主夜神 他离我们不远 赶快去请法 问他 菩萨怎么修行 怎么修菩萨道 所以这是 普救众生庙的夜神的因缘 我们今天的开示 至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我